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慢慢地修弟修的二根圆通了 哇 好厉害 真的 六根圆通 大家坐在这儿很自在 然后学东西很快 很多东西不学就会了 还真的 其实现在的大学生 很多其实学 但是他唯一的就是 在圆通的一段时间 啥也干不了 所以工作生活就会 因为你进入白痴状 因为二根在清静的时候 你就开始病了 一般眼睛会病 鼻子也会病 嘴巴也会病 因为里边都 他要进化嘛 进化鼻子很脏嘛 起码的他就要流鼻涕啊 流水啊 眼睛流泪啊 舌头也疼啊 嘴里边有些 如果你不能清心寡愈 那个时候 一大堆烧火很难受 凡是有问题的地方 全部出问题 然后呢 还有甚至英国里边的东西 都会有些抱就会守 但是有些是进化 有些可以不守的 这就是看我们到时候 你自己的修正 然后呢 这些东西 然后在 心不分别的时候 六根不起用 你知道吧 因为你还没空 但已经开始停下分别了 因为没有分别 你就像死人一样 你怎么能提出六根呢 看过去不知道 看见啥了 你不知道 你说你看见啥了 你盯着这个东西 叫不出名字来 你连红色白色你都说不出来 因为六根不用了嘛 因为六根 所有的六根的用 它都是心在动嘛 心在 否则死人有六根 也就起不了反应嘛 你现在看着它 摄像上 你分别不出来 脑子不转了 知道吧 听到声音 你不知道说啥 就比如我坐在这说话 你是听不懂的 我喊你名字半天不反应 你喊我 哦 不知道自己叫啥 清洁的声音效空过回声啊 所以学生不能 不能就是 因为它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上学 没办法干活儿 但是比较就是 处在那种 白痴状态 这个时候需要闭关 可能需要短期的闭关啊 子羽啊 壁骨啊 实际就是这样麻烦 就是这样 所以有段时间 你是没有办法 你需要通行道友的护士 需要上师的帮助 因为你没办法嘛 你必须开始 如果你修到半截八了 除非你放弃 而且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过度晚 这段时间 有的时间长 有的时间短 但是如果你一旦停下休息 三五天以后 这种状态就会消失 不再打坐 不再修了 那慢慢就回到户车 就消失了 下次重来 那又重头来了 又开始了 这个时间好多年 你都停了 一修就是这样 不修就放下 就是这样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是吧 但是有定理 持戒经验 就是说 身口意清净的人 正身正义正义 平时来亲信管愈的人 或者是平时就 就是租源 就是功德 做三报够的人 他修起来就快 就租源很多 知道吗 他就算白痴 大家说 哎呀你白痴挺好的 就白痴吧 是吧 你要是修你就 你越多 你白痴 你话也没人跟你说 就是这样修 一层一层破 那破一个车 就是有一个进度 比如说文娱索文静 当你动静而下不生的时候 你停下来 就下一次修 就会在这个技术 就是有一个突破 自变就可以了 在中间这个过程里面 不要停 在日朝的时候 我觉得你 其实六根是同时修的 因为你怎么折腾 也还不是这个六根在受罪 你烦也不是这个六根在烦嘛 你成佛也不是他在成佛嘛 只能在这儿上后折腾 那眼睛圆满 这就是佛嘛 如来就是圆满的 圆满哪里圆满这儿 不圆满 心就圆满 不是坐在那儿打往下 比乔在喜马拉雅山容易多了 你很多人还去等住马拉马峰 很危险的 这个比那个容易 还没那么危险 只是很多年了 很久了没有人走完 走不完圈满 他需要很多帮助 在修这个圆满的过程中 不是你一个人能走完的 没有几个人 几个人也不需要 需要很多住院 所以 所以为什么要自粮到呢 很多赛云 就能让你走完 我去哪里 有点几个人 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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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忙 你帮忙 你帮忙